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來 風濕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啊?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看圓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Hello,Diana,你好,大家好 Hello,大家好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尾油 Manacium Chloride 我知道尾是一種微元素 是人體不可以缺少的 究竟是有什麼作用的呢? 我想很多香港人都未必認識 袁醫生可否跟我們詳細介紹一下呢? 是的 我們今天介紹的叫做 Magnesium Oil Magnesium Oil 大家聽到的油 即是油 以為這是什麼油 其實 尾油的成份是一種濃化味 Magnesium Chloride 不是真的一種油 只不過在應用方面 我們很多時候用一種外敷、外桃 以及它的質感真的好像油 感覺上好像油 有些油的感覺 所以我們習慣了叫它做美油 美油 這個即是綠化美 是我們身體一個很常需要的微元素 如我們的身體的酵素 有成三百多種酵素 都是含有美的 即是都需要是美的 所以 可以看到 美是扮演一種營養補充劑的角色 即是我們做什麼是營養補充劑來的 好了 顧名思義 美油 我們應用 即是好像我一般 是用皮膚、外敷的手法來應用的 好像我們用一般的天然油 譬如橄欖油 其他香薰油 其實 這個只不過是一個美油 是一種很濃的綠化尾 溶在水中的綠化尾 這種油其實是邊處提煉的 主要的來源 原來是埋藏在深海洋 那個海藏 數以百萬元的歷史的一種的 醇的礦物鹽 這種的農的純度 是比我們一般在海洋的海水 能夠拿到的 是純很多的 所以我們主要的應用 通常都是這些海藏的沉澱物 大家知道 以前我們在地球 地殼是不斷地變動 曾經是海底的地域 在過去慢慢地 有些是浮上地面的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會在南美洲、高原 之前有很多的鹽 有很多海鹽 在高山裡面 怎麼會喝到海鹽 如果大家有機會去秘魯 這些國家 有很多的鹽癌、鹽凍 整個山都是鹽 所以這些鹽 其實是數以百萬年前 藏在地底的水域 所以這種美油 綠化味 都是由這些埋藏在海藏深處的地 是滑滑出來的 當然我們也可以嘗試用海水 來揮發 其實都是一種的來源 但始終這個濃度 是沒有這些在數以百萬年前 埋沉在海藏那些那麼濃 而且那麼純 大家也知道 現在今時今日的海洋 海水其實有很多污染物 需要很大的工序 才能夠將這些污染物完全清除 袁醫生,我知道 鈣、尾、甲等微量元素 都可以在食物中吸收 為什麼我們要用尾油呢? 為什麼不直接服用呢? 大家都聽過 鈣丸、尾丸都有的 為什麼我們會說要外敷 塗在皮膚上呢? 原來我們發現皮膚吸收的尾油 是快過和多過口服的 我知道尾油 如果你是大量應用之下 會有一種輕射作用的 所以也有些人 就用菲力士尾奶片 一種清洗、一種射鹽的用 所以在吸收方面 口服的尾油 是沒有皮膚吸收的那麼多 所以我們應用在外敷 經過皮膚 來大量吸收 我們身體所需要的 起碼足夠的量 是足夠可以有治療作用的 我們通常怎樣應用呢? 我們通常會將這些尾油 塗在我們的手臂 以及大腿 或者其他部份都可以的 手臂那裏呢? 因為皮膚表面多 容易應用得到 以及手臂和大腿的內側呢? 皮膚比較薄一些 以及我們的血液循環 是比較豐富的 所以我通常最簡單呢? 我們會塗在這些地方的 但有時候這些尾油 我們都會用蒸餾水 首先呢 將它混合 混合大約一對一 因為呢 如果有些人用在這些 茶的時候 茶這些尾油 會有少許皮膚的敏感反應 有些人會有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先將這些尾油 混淡 即是一對一 這樣子的混淡 還有呢 我們應用尾油在皮膚的時候 先前呢 最好不要塗其他 Lotion 啊 其他那些油 因為這些其他油 塗在皮膚呢 就會妨礙 這個身體的吸收 其實我們用的應用方面 其實相當之多 或者我逐一跟大家講解一下 其實尾油在什麼應用方面 會比較多 首先呢 尾油是可以作當是一種抗衰老的 因為尾油是可以改善 我們關節的活動 以及穩定我們那個心血管系統的功能 以及可以平衡我們那個糖分的使用 亦都對我們健康的骨絡 以及長期的我們那個所謂 我們那個頭腦腦筋清不清醒 都很大幫助 如果尾不足是會加速我們腦化的 那麼我也都知道尾油是對我們那個健康的 肌肉啊 神經系統啊 骨呢 以及我們那個正常的心跳 很重要的 那麼所以如果我們尾油缺乏呢 就會增加我們那個心臟血管問題 那個風險 會增加我們那個高血壓 糖尿 骨質鬆疏 以及甚至乎有些癌症 那麼所以呢 尾油的第一個應用方法 是可以說抗衰老的 這個已經很足夠了 好了 那麼第二個地方呢 尾油可以應用呢 就是一些對焦慮的問題的 我們發現呢 我們尾油可以治療那些 嚴重的精神的毛病 包括我們那個驚嚇的attack 叫Panic attack 壓力 焦慮 以及不尋常的激動 那麼尾油的營養補充劑呢 可以大大減輕這種這樣的發作的嚴重性 那麼也都可以減低我們那個發作的風險 可以減低個次數 好了 尾油也可以應用在酵喘 那麼原來呢 尾油可以放鬆我們的氣管道 可以作為一種我們的氣管擴張器 對酵喘的方面 那麼我們很多時候發現呢 我們酵喘的發作呢 一般的現在醫療的應用呢 都會用皮上腎上腺素的 Epinephrine 還有是類固醇這方面的 但是當然這兩樣東西都不 即是都不合理的時候呢 其實呢 我們發現呢 如果是静脈的滴柱 那個尾是非常之好的 那麼可以這樣說呢 在今時今日呢 在急症室裡面的醫生呢 其實很多已經知道了 是有足夠的研究呢 是已經是支持 我們可以用那個静脈的尾 是對付這些這樣的酵喘發作的 那麼 但是很可惜 有一個2006年的調查呢 發現呢 雖然我們已經知道呢 尾對酵喘是這麼好呢 很可惜呢 只是有2.5%的病人呢 是用備用這種方法的 那就是說呢 這種方法呢 其實是這麼有效呢 很可惜呢 很多醫生呢 雖然知道 那個效果已經在科研上證實了 但是他們應用呢 都是2.5% 那麼多 那麼當然呢 如果作為一個病人 大家有這方面的認識 如果真的遇到這些情況呢 入了急症室的時候呢 其實可以建議醫生去用這件事的 其實這些資料已經是很充足的了 好了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血壓啦 那麼我們發現呢 尾呢 是對於這個調理的血壓呢 自然調理血壓呢 是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的 那麼 當然啦 我們可以在食物裏面補充尾呢 食物裏面包括水果啦 蔬菜啦 都是這些尾和甲的來源來的 那麼這些都是會幫助我們呢 控制和減低我們的血壓的 好了 另外一方面呢 是骨落的方面 那麼我們發現呢 我們尾呢 亦都是對我們那個骨落的健康呢 是 還有呢 是預防那個骨質鬆疏 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的 那麼我們知道呢 尾呢 通常呢 加上鈣啦 有時候我們用鈣和尾呢 就是用一對二的 就是一份鈣 兩份鈣 一份鈣 這樣來的 我已經知道呢 可以加強我們骨質的 那 吃一些營養 鈣的營養素呢 是可以呢 是維持我們骨的健康呢 和那個完整性的 那為什麼呢 而且我們通常 鈣和鈣一起用呢 我們發現呢 如果鈣呢 是會幫助鈣呢 比身體更加 比身體更加 比身體吸收的 還有鈣呢 我們可以減低 那可以預防呢 是腎石 就是很多人呢 食生 一說到鈣呢 他通常呢 就會覺得呢 哎呀有腎石 會吃得太多鈣不好啊 那這樣 那因為呢 腎石通常呢 都是因為我們有 過量的 油膩自由的鈣 我們身體用不到呢 那就是有這個問題了 嗯 但如果美呢 是幫助我們身體用鈣呢 用得更加有效呢 那變成了 也可以減低那個 鈣導致的腎石 那些風險吧 這一節時間差不多 待會回來繼續 自然療法與你 我們平時喝的水 都充滿了重金屬 雜質 錄氣 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氣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訊息 健波能量活水氣 生命之源 健康之全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歡迎回來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今天的題目 美油 Manacium oil 剛剛原醫生跟我們提過 美油的作用 它可以抗衰老 對於烤喘也有幫助 對於血壓控制 或者骨落也有幫助 還有沒有其他 原醫生 美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可以減低心臟病發的風險 你知道了 心臟病發 其實心臟血管問題 加上是會頭好殺手的 分開來計 癌症也屬於第一 我們發現 如果我們在飲食方面的調查 發現 如果足夠的美 是可以減低中風的機會 如果美的不足 也會增加 我們心跳不虧的問題 你會知道 很多時候 人們的心臟病發了之後 心率就是不規則了 這個當然會增加 心臟病的後遺症 所以 如果我有足夠的美 至少在補充劑方面 足夠 是可以幫助我們 心血管這方面的問題 好 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便秘 尾是可以減低便秘的問題 如果我們身體 不足夠 或者太少鈣和尾 那 我們腸的餘動能力 是減弱的 就是 這些腸的餘動 是幫助我們 自動把我們的糞便 推下去 是吧 這種自動的收縮 通常 在我們的大便的時候 就會出現 有一種想搞的感覺 是迫的 這是一種自動的 我們叫做 腸的餘動 活動 當然 這種活動 將食物 推過 身體的大腸 但是 如果 這方面 鈣和尾都不足 這種功能 就會慢 或者完全 停頓 導致便秘 所以很多時候 人們便秘 你問他們 有沒有便秘呢 其實他們沒有什麼便秘 其實一個可能性 就是它尾方面 是不足的 好了 還有 尾是可以幫助排毒 大家都經常聽過 排毒排毒 我們那個 環境的化學 重金屬 和很多毒素 其實我們身體 是很需要 不斷地排毒的 身體裏面 有一個叫做 glutophion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身體的抗氧劑 抗氧劑 來的 glutophion 我們是需要 尾才能夠製造得到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尾在排毒 是擺出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嗯 好了 在糖尿方面 我們發現尾 是可以幫助 我們澱粉 碳水化合物的生產代謝 是影響它的 釋放 和胰島素的釋放 和胰島素的活力 那就是很明顯 是可以控制 我們那個 血的葡萄糖的水平的 是 我研究發現 如果一些人 是美的 是不足 他那個增加 異形糖尿的風險 和 嚴重的 我們叫做 那個糖尿病的 視磨磨的問題 就是眼盲 這個問題 會大大增加 那我發現 就是 如果我們能夠 將那個 尾的 那個 進食 每天的進食 是大約 100mg 這樣 那 我們減低 那個 異形糖尿的風險 是減低 15% 那 這個在數字上 你已經很明確 是知道 效果去到哪裡了 好了 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 發陽釣了 那 尾可以減低 那個 抽筋 還有頭痛 還有 那個 發陽釣這個問題 那麼大家和以前 我都分享過 用那個 流化尾 就是那個 射鹽 那 我們都可以 做針肉 或者是 服用 每天 拿半茶匙 一茶匙 在鏟汁裡 應用 其實很多 發陽釣的問題 都可以減減到 那麼 當時我們說 射鹽 射鹽 是 瘤化尾 那 我們今次 今天說的油 是 綠化尾 好了 頭痛 相信很多人都有 因為壓力 導致的 神經壓力導致的頭痛 那麼 我們都可以 用 用尾 加上 維他命B6 或者尾 用量大約200mg 一日 維他命B6 又200mg 這個也可以幫助 減輕 或者預防頭痛 那麼 失眠 尾 是會幫助 處理失眠 和焦慮 腎石 我曾經都說過 我們發現 如果我們 可以用尾 長期用尾 和維他命B6 的時候 它是可以淡大減低 我們那個 鈣石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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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鈣石 一種 草酸 鈣的 腎石 出現的 那麼 通常的 建議的 用量呢 大概300mg 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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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問題呢 我亦都可以用尾 和維他命B6 都是 發量一樣 200mg 尾 加200mg 維他命B6 這樣 好了 肌肉抽筋了 抽筋了 尾的不足 會導致我們的身體 神經線 是比較 是 加強它那個 刺激的 導致 一種抽筋 神經 肌肉組織的抽筋 所以呢 我們通常呢 會用在 尾 鈣 甲 和維他命E 都可以幫助我們 制止我們 那個 腿抽筋 這個其實也 挺多的 年紀大的人 經常有一種 問題 晚上很容易 是腳抽筋 當然 這些 微元素 包括尾 在這方面 是很大幫助的 尾 在神經方面 很重要 因為我知道 尾 在我們的神經 訊息的傳遞方面 是扮於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雖然 這個機制是怎樣 我們暫時來說 都不是很明 都不是很清晰 但我們肯定知道 尾 是會令到我們神經 神經線 那個 那個 電子 那個 charge 會更改它 所以 是對我們的神經系統很重要的 好 骨質鬆疏 現在很多人都很擔心 骨質鬆疏 那很多時候 那些人 想起骨質鬆疏 他通常 只會想到鈣 是 是 又未想到 其實加上 尾都很重要的 因為 尾的不足 是會影響鈣的 新神代謝 和那個 就是 條理鈣的荷爾蒙 導致骨質鬆疏 導致骨質鬆疏 主理骨質鬆疏 其實不單是用鈣 其實尾是更加重要的 嗯 好了 婦女 很多時候有些 金錢的症候群的問題 那 原來 尾呢 很多人就是 金錢的症候群 包括什麼呢 包括 她對食物那種 學食 譬如很喜歡吃朱古力 那原來為什麼呢 她 因為很多的 金錢症候群 是因為尾的水平低的 那 朱古力的可可 原來是 含美是很豐富的 那所以 很多女性 是自然 她知道身體 告訴她 她需要 吸收進食 哪一類的食物 好了 減壓 大家也知道 這次的壓力 是導致大部分 病病的 主要原因來的 是 那 美是一個 很天然的 鎮定劑來的 它會幫助我們 那個神經系統 鬆弛 減低我們 肌肉的壓力感 和減低我們 那個 血壓 能夠舒緩那個壓力 和減低血壓 當然 也會幫助我們 健康的心肺功能 你看到 在日常生活 其實是幾多的 好了 在我的狀態範圍 我想很多人都想知道 就是那個減肥 原來美 也可以幫助人減肥 最主要 如果 用美 幫助我們女性 可以 減輕十到十五年 感覺上 和外貌 可以減輕十到二十年 當然 當她體重減低的時候 她的精神也會增加 整個人的外觀 感覺都會非常之正面 所以你看到 美是一個 真的 非常之好的 應用治療工具 袁醫生 你剛才提到 應用美油 有些人要小心 可能會有皮膚敏感 和會有反應 那有什麼要留意的呢 我通常 剛才已經說過 用美油之前 不要用其他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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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的 那些油 就會令到我們的皮膚 飽滿 吸收 那 會妨礙 皮膚在尾部的吸收 那 通常 那 通常 如果你這樣做 那些油 只不過 尾油在上面 即飽在皮膚面 那 那 還有呢 在塗乾的時候 就要避免眼睛的部位 還有呢 剛剛剃過的 譬如有些人剃過的 橄欖底毛 或者剃了之後 或者剃鬚 之類 那 通常 就不要剃了之後 就用的 那 也都 因為 這些地方 通常 就會有少少 反應 那通常 反應都不是大不了 也不會很痛 只不過 有一種刺的感覺 所以我盡量 都希望 不要應用 這個地方 這次時間差不多 待會回來繼續 自然療法與你 陸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 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 2882484848 網址 網址 3w.h-e-a-l-t-h-s-h-o-p-dot-com-dot-h-k 歡迎回到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 美油 袁醫生 用美油的時候 用得多少 是否可以每天使用 通常 初初的三至四個月 我們通常會每天使用 起碼每天使用一次 通常我們會用大約一至兩盎司 塗在我們身上 因為在初初幾天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用少些 分量可以用少些 慢慢地會增加 因為在這個時候 我們身體 即是要將身體的細胞方面 重復它 重新收拾它 因為大部分人對尾 可以說細胞上 都是不太足夠的 好了 經過初段這個時間之後 有些人就會繼續 好像這樣用 每天都用 但也有些人 減到可能 一個星期 即是用幾次 即不是每天都用都行 即是視乎自己的需要 當然我相信 大部分人 日日用 都會忘記 當然 現在我們的美油 其實已經 包裝方面 很方便 一種噴霧劑 如果你在洗澡房 我想沒有什麼機會 你會忘記 洗澡後 可以這樣用 好了 通常它是怎樣用 在皮膚方面 我們主要是將 尾油 噴霧 通常是一種噴霧瓶 噴霧 來噴霧 可以這樣說 是最有效 以及最經濟的用法 身體吸收 在局部方面 吸收 綠化味 是更快 以及更完整 用口服的方法 還有 我們身體 自己都會適應 懂得如何調理 好 最簡單來說 總之 噴霧 整身噴霧 即是 腹部 手 大腿 所有其他地方 包括關節痛 例如肌肉痛 當然是噴霧肌肉 關節痛 或者肌肉抽筋 當然是噴霧環柱 除了噴霧環柱 除了噴霧環柱 我們都要整體其他地方噴霧 總之 有皮膚的地方 可以利用這個皮膚 好了 噴霧之後 你可以把它擦霧 通常都是這樣 如果你擦霧 它會令皮膚吸收得比較多 但是 也有些人噴霧之後 就有它在 也有些人 大概過了半個小時 就洗了它 用水清洗了它 好了 這就是最簡單的方法 另外一種方法 就是 首先 將身體 擦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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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來擦乾淨 擦乾淨 可以這樣說 隨時都可以做 不用擦乾淨 擦乾淨 總之有空 噴乾淨 但當然 如果有些地方 特別敏感 譬如乳頭的部分 或者下陰的部分 可能要避開這些位置 它不是很痛 只是有些刺感的感覺 尤其是敏感的部位 亦都可以噴在臉部 和頭皮上 如果你覺得想試 都可以用 不是一個禁忌 不一定要頸下才可以用到 當然 我們的身體 是需要時間 皮膚需要時間去吸收 所以 通常 吸收了之後 再慢慢來擦乾淨 記住 沖洗 只是用乾淨水 不要用乾淨 而且用毛巾 擦乾淨便可 好 分量方面 我都說 我們可以用在大約一盎司 一日 一茶匙的油 大概有560mg 尾元素 這方面的分量 好了 用尾之後 還有什麼要留意到 盡量 不能買美麗的情況 一種 鞭鯉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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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方法 亦都可以 減肥 減收 那些人的感覺 是十年十五年 比較年輕很多 所以 你可看到 這是當然一個很簡單 也很便宜的方法 對吧 除了刚才你所说的应用之外,还有没有其他? 其实除了我们直接噴在皮肤,或者按摩用 其实我们可以在浸浴时加进去 似乎你需要,我们可能会放多少? 6盎司、8盎司在浸浴方面 明白了,始终你稀释了很多 所以浴缸有些大小 8盎司、6盎司,甚至有些人会加到32盎司 浸浴是可以浸浴很多 按摩,你可以在做按摩的时候 可以叫一个人加上油来做按摩 当然按摩会刺激我们皮肤的血液循环 也会帮助我们身体的皮肤吸收到更快 还有可以浸脚 一样,如果用一个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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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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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我以前很久以前都教过 拆皮即是干拆 用天然的干拆来拆皮 起码会将我们的死皮 旧的皮先磨走 而且会令到我们的血液 走入我们的皮肤 也能够推动淋巴系统 还有很多其他的好处 通常记住 干拆皮肤肯定要干 做好之后 你才再塗尾油 很简单 令皮肤刺激 还有一样东西 在做花洒 其实都可以使用 我先洗一个花洒 做净身体 最后再塗尾 我相信在香港人最容易做得到 都是洗个花洒 将身体的皮肤 本身的油分 酸 其他不好的东西 就是清除了之后 然后自己来做花洒 有些人都会问 因为这个东西都是比较新的 这个尾油 有些人说可不可以自己做 其实当然都可以 其实我都说 那个成分主要是什么 那些是绿化 酸素 酸素 如果大家有机会 买到酸素 酸素 大家其实都可以自己做 有时用在浸浴 浸浴 浸浴会很多 一般的噴装 会比较贵 如果你要自己做 就用半杯 那个绿化尾 那些片 那些粉 那些盐 再加半杯 蒸馏水 用玻璃 来到自己 将它用了之后 再自己制作 这个就简单 如果你能够买得到的话 其实可以用这个方法 咦 那我们的六创乙 是不是已经有这个工具了 是的 那我们知道 六创乙 我们有成二千多三千多种 健康的工具 我通常 就是在 尽量搜集一下 就是世界各地 已经最近 开始被发掘 或者开始流行的方法 那其实我都有这种的味 就是这种 我们叫做Ancient Mineral 你看到的名字 Ancient Mineral 就是古代的抗物盐 那当然 美本身不是一个古代抗物盐 不过 这种的产品 好的产品 是埋藏在地下 数百年 数万年 历史的 很浓缩的 的美 那种 绿化美 那我通常有个瓶装 那大家都知道 为了吸收得更加好 我们的工具 Ancient Mineral 里面 也含有 MSM 大家都跟大家分享过 MSM 是一个帮助我们身体吸收的 当然 本身也可以帮助我们 处理关节炎 肌肉痛 但是 如果加上任何东西 MSM 是帮助我们 带动物质 肌肉痛 是很快被缺 就是皮肤吸收到的 那这个产品 在我们健康店 已经 已经有了 大家有兴趣 就可以自己来这里 去购买 去试用一下 始终是最便宜的美容 和令到我们 那个 延轻 Anti-Agent 工具 谢谢袁医生 今天分享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理一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预约会请 2577-3798 如果想重溫 重溫我们的节目 可以在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谢谢袁医生 好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